随着暑假的到来 许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游玩 但由于进来气温居高不下 公园内的体健设施 油具和橡胶地点普遍没有遮阴 中午前后的温度相当高 公所大声呼吁 使用公园设施前应多加注意 避免不慎遭受烫伤 原来夏日 因为公园有许多的体健设施 和油具属于金属制成 所以太阳太烫的时候 会造成油具的一些过热的情形 请民众在使用的时候 要多留意自身的安全 若先油具或者体健设施过热的时候 请尽量避免去做一个使用 以免受伤 炎炎夏日也是蚊虫滋生的季节 民众到公园游玩时 除了需要注意防晒外 也要避免蚊虫叮咬 最好能随身携带防蚊喷液 现在炎夏日除了防晒来公园 注意防蚊 台山区公所的清洁人员 也有定期在做一个 香茅油的一个喷洒 那以大家注意 大家自身的一个 蚊虫咬上的一个安全 那防蚊液防晒油 尽量都是能够自备在身上 随时能够使用 张一祥课长表示 公所定期都有派人 在公园进行消毒及喷洒防蚊液 以减少病毒及蚊虫滋生 也请民众游玩时 遵守公园及各设施相关规定 才能玩得安全也安心 记者虎萱泰山采访报道